毒品咖啡包层出不穷 花莲行大特别成立的专案 向上溯源锁定高雄一处民宅 更能藏大量毒品 达到时机成熟上门攻坚 结果在屋内起货近百公斤的毒品原料 所以获利3000万元 而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主闲是全台毒品分装厂上游 疑似是透过走私进口原料 大批警力冲进汽车旅馆待人 原本躺在床上的男子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警方包围只能乖乖配合调查 警方搜索房间只见远近将一包包毒品 弹开在床上清点共有18包 有鉴于毒品咖啡包在市面上层出不穷 花莲行大特别成立专案向上溯源 锁定高雄一处民宅可能常有打量毒品 等到时机成熟立刻上门攻坚 专案小组经过半年多的分析调查跟间搜证 见时机成熟 日前在检察官指挥之下 持搜索票、居票前往高雄市三明区 及大辽地区执行机体搜索 在流姓祖贤住处 查获毒品分装厂 当场查购毒品咖啡包先期原料 二秀式甲鸡本饼铜有99.42公斤 并同时居提传换流姓祖贤等9人到案 前案依毒品违外防治条例 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 将近100公斤的原料 可以做成10万包毒品咖啡包 非法获利超过3000万元 而持有这些原料的流姓祖贤 就是全台各地毒品分装厂的上游 警方研判这批原料恐怕是透过走私进口 还要继续追查 但好再顺利查获 才没让毒咖啡包在农历年前流入市面 记者徐立青 华林氏报导